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,现在。 杨子罕见与妈妈合照,真实身份让人惊讶,娱乐圈可真是藏龙卧虎。 杨子五六岁时就想成为一名演员。 他的父母并没有因为他当时还年轻而拒绝他,而是特别支持他。 杨子的父亲不仅口头上支持他,而且还带着杨子去管理船员的行动。 后来杨子得到了小雪的角色,成为了童星。 这次经历不仅成就了他,也限制了他。 为什么这么说呢? 一方面,杨子从小就活跃在电视屏幕上。 具有很高的知名度,基本上可以在各种年龄的观众面前混脸。 另一方面,因为小时候扮演的角色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。 无论是谁扮演,杨子都很难突破自我。 母亲非常担心杨子的未来。 现在一个内部人士透露了杨子母亲的身份。 原来时观众很熟悉的配音演员,娱乐圈真是藏龙卧虎。 后来杨子拍摄了一系列作品,帮助杨子摆脱了小雪的阴影。 找到了自己的方向。 现在杨子是一个演技和流量并存的演员。 他出演战长沙。 这部电视剧好故事、好导演、演员演技也都在线。 不得不说,他真的是一个愿意努力工作的人。 总是照顾那些有准备的人。 他很好地把握了这个角色。 在拍摄这部电视剧时,杨子的实力得到了导演和编剧的认可。 之后他出演了邱莹莹和陆雪奇。 这两个角色的形象大不相同。 很难想象这是杨子一个人表演的。 邱莹莹没有大脑,事情发生时会哭。 虽然他总是在电视剧里做一些傻事,被渣男欺骗。 但他热情,活泼,开朗。 但是陆雪奇是个冰雪美人。 杨子的成功有赖于他母亲马海燕的支持。 据说杨子的母亲虽然在国外。 但消息灵通。 他不仅支持女儿的事业,而且马海燕作为一名配音演员。 也有不错的成绩。 他曾在《甄嬛传》为甄嬛旁边的阿姨配音。 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 后来,他还在几部热门电视剧中有过精彩的配音经历。 难怪杨子在毕业后成为同期最佳男演员。 原来他母亲一直在帮助他。 然而,在杨子母亲的身份被曝光后, 许多网民也感叹娱乐圈真实卧虎藏龙。 马海燕在事业上取得了一些成就, 但为了照顾年轻的杨子。 他曾暂时放弃工作, 全心全意地照顾女儿。 你喜欢杨子和他的妈妈吗?